就是一個DEMO 看看 對 主要就是 就讓大家可以譬如說想玩一下 或是什麼 會很明顯體驗到不同 所以你是算NVIDIA這邊 對 這是NVIDIA請的 那我問你 它那個 它不是有那個解碼晶片嗎 然後它 在4070Ti以上 都有兩個解碼跟編碼 那那個是有什麼差別 你說 H264跟F1那一個嗎 對對對 那一個的話 我展一個東西給你看 你好 它其實最主要還是只有在實況上有效 對 像這個的話是 我們之前邊實況的時候邊錄的 左邊就是 用H264編碼打上去 我知道這兩個的差別 但是我是說那個 它4070它只有一個解碼晶片 那到4070Ti以上到4090 對有兩顆 那主要的差別是在哪邊 這個我不知道 對 因為它的D沒有去 因為我用一用測一測 好像也沒有什麼 其實第一當然有很多東西 肉眼分不出來 我就覺得 有很多地方其實肉眼已經分不出來 因為我 我當初理解是想說 欸它兩個 那會不會是雙倍 會不會比較很強 因為你們的marketing是說 欸兩個它就會有雙倍的效率 然後就會有更快的 可能解碼跟編碼 但是我怎麼好像 沒有接收到這個部分 我並沒有接收到說 因為我查到的是marketing 會有這個東西 這樣子 這個一般會感受得到嗎 我怎麼覺得這個 可能這個算力 是在企業級會比較有感 可能是在輸出影片嗎 還是幹嘛呢 之類的 不確定 不確定 可能你沒有收到這個資訊 對我完全沒有收到這個資訊 我主要接收到的 都是跟Stream相關的 因為這個解碼跟編碼好像 也不是你們主要推的東西 完全不是 它這次主推就真的就是 它的光追推到overdrive 還有就是studio的部分 最大的差別就是這個 它其實就差在這裡 但是它也沒有特別去講說 如果說這個東西 因為studio是所有40系列都有 它沒有去講說這個東西如果在 這個studio是 就是它的driver 還是怎麼樣 它就是一個幫助你可以直接 直接在這個上面轉到Averyone邊 然後它可以再接到 是一個軟體的部分 對它是一個APP 它是一個桌面APP 然後你可以再把它導到 目前只有支援OBS YouTube跟Discord 只有支援這三個 但是就是變成說 你開了它它就會幫你 穩定在上傳盡量不壓縮畫質的狀態 就是最趨近於4K 60fps的狀態 它是 是現在這個嗎 不是不是不是 studio的話 在中間桌最右邊那一台有 這台沒有轉 好我待會去看 你等一下可以稍微看一下 主要就是在 它是轉換嗎 還是它也是一個直播串流的軟體 對它其實算是轉接耳 對我沒有看到 我上面是 對它們是說可以接OBS 對昨天在測試的時候 我們也是接到OBS 對它應該不是一個streaming app 它就是對 好 後邊嘛 OK好謝謝 不會